去年的地震让四川北川县众多家庭破碎 今天20对重组家庭的新人在吉纳枪寨 参加了灾后当地的首场集体婚礼 36岁的周小红和新郎杨昌斌 都在地震中失去了配偶和子女 至亲的失去曾让他们痛不欲生 困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 最终走到了一起 他们久违的笑容也给这个重组的大家庭 尽管20对新人年龄不同 但却经历相似 栽下爱情树 新人们不仅栽下了对未来的希望 也将他们重建家园 重新生活的信心 根植在了这片图